一、二、一、二、一 這間英國的公立中學 每六個學生就有一個是香港新移民 為何有這麼多香港學生來這裡讀書 收了大批香港學生 學校又面對怎樣的挑戰呢? 在曼茨斯特西南邊 這個人口不夠8,000人的小鎮帕凌頓 一向不是香港移民熱門的落腳地點 但是每天都有一批香港學生 來到鎮上唯一一間中學上學 這間公立中學 由2021年中開始 收拆班入讀的BNO visa移民學生 去到2022年底 全校已經有100個香港新移民學生 佔了全校六分之一 一開始有一個小數目 當那數目開始增長 我們能夠提供 我們能夠提供 成功的成績 說話 他們在分享它 與他們的朋友 與他們的家人 與他們的家人 與他們的社群 旁邊的社群 在英國 和香港 因為 之前 家人的家人 從香港 看見到學校 它開始了 慢慢的 但當它開始增長 在開始 我們知道它會更大 接收香港學生之前 學校只開設400個學額 去應對小鎮和鄰近社區居民的需求 但這100個香港學生 絕大部分都不是附近居民 而是住在車程20分鐘之外 港人以滿樂的地 Sale 或者Altringham 這兩區雖然與學校所住的 Partington 同屬Trafford 都會分區政府管轄 但是距離 就超出英國公立學校 輪近入學的派位標準 而是 一問題 有問題 因為 非常多 香港人 香港人 都會因此 很同時 在同時 尤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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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 there are only so many schools in Trafford and Trafford is a very successful borough in terms of education and outcomes very highly sought after so there are a lot of schools who do not have places we were very fortunate that we had the capacity and we had places available but then it was up to us to make the offer for a change in demographic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pupils and the type of pupils that we were getting In the Mance-Size-Land-Trafford all will be in a separate area in terms of a special school there are 19 colleges of college almost all of the classes are paid for or paid for so it will always inspire a lot of families to come to the house including the B&O visa in the past 因為這個原因 區內中學長期都收生滿額 近期不少更加已經超收 所以這兩年港人移民來到 不容易找到插班學位 他們就要找到比較遠的 帕廷頓這間中學 英國公立教育 由分區政府直接資助 所以學生只可以申請入讀 居住地點所屬分區 管轄內的公立學校 學校提供的學額上限 主要取決於校舍設施 能夠負荷的人數 除此之外 學校亦都要自行調缽資源 去電資臨時增加學額涉及的開支 所以不是每間學校 都能夠短時間內增加學額 如果有更多學校 你需要更多學校 你需要更多學校 你需要更多資料 我需要更多資料 我需要更多資料 所以我們需要更多資料 我們要求資料 公司的公司 所以每個公司 都要有充分的 但是這份是 公司的公司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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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 英國學校疫情後 恢復回校上課 這間學校也開始收香港插班生 很多來到Travel落腳 但在居住地區 找不到學位的香港移民 陸續來到這裡上學 而學校也因應大批香港學生入讀 做了不少前所未有的安排 你們來到英國的生活 有些什麼習慣 有些什麼不習慣 例如可能曼城周邊有什麼好去處 尤其是你們有些已經來了 你們短一點 兩至三個月 你們有長一點時間 起碼針對Product學校 你們有些什麼想了解多一點 如果用回廣東話 可能你們會聞得流暢一點 舒服一點 然後再給你再選擇 學校特意請了一位香港移民 開始廣東話適應班 給新入學的香港學生 解答他們在學校和日常生活上 遇到的適應問題 因為不斷有香港學生來到 適應班基本上沒有停過 任何人移動學校 是很困難的 是很困難 因為你移動到不知 當你移動到千萬公里 世界上去 有些困難 首先是讓他們感到開心 讓他們感到安全 讓他們感到享受學校 當他們感到很困難 我們可以找到他們的需要 最主要就是照顧香港學生 希望他們盡快融入 可以早點適應這裏的學習環境 另外一個大的課題 就是跟香港的家長溝通 讓他們知道 跟學校大約的情況 和大概地英國的考試制度 上課的系統 大約是怎樣的 突然間他們也估計到 相對可能會多些來了 中間就開始 做一些導致給香港學生 那時我反正有空 沒有事要做 我可以幫你做個翻譯 所以最後工作過 可能會配合他們的情況 聊過會不會想到長期 我說好 那這樣就開始了 所以,在初期 我的第一點叫做 是跟學校大約 把一些更加資金 去領域的員工 這員工的員工 是非常重要的 在理想 所以那些語言的需要可以遇到 遇到遇到 但也要成為那些綁 和連結中學生和家 家長最大的問題是 他們不知道同學在學校發生了什麼事 而且很多時候 同學回到家都不太能說 或者另一層次就是不太想說 所以家長就有很多擔心 因為我想傳統英國就無所謂 總之他們就比較隨意 總之可以了 你有給我就看 有問題我就問 但我們香港家長可能相對緊張些 很想早些知道會是怎樣發生 這個和本地的文化是有落差的 好了 少了功課 但少了功課是好還是不好 你覺得不好 因為學習就沒那麼快 他那些學習很難 因為他們學所有東西 尤其是科學 我自己覺得很難 因為在香港是死記的 但來到這裡他們是 他們記得很快 他們一聽就聽到重點 很快就明白了 然後老師問什麼問題 回答得出 但我明明那一堂已經很專心 我完全不聽不明白他說什麼 然後就老子說回答案 我才知道是會信同教過 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這個最大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language的問題 因為他們是mother tongue 等於我跟你說 說西遊記、孫悟空 這樣才算 如果他們過來香港去學這個 他可能第一次聽孫悟空、西遊記 你會說 就是 他沒有理解 他不知道你說什麼 我們可能面對同一個情況 現在有些人從香港 可能有語言需要 他們的英文可能不夠強 我們需要他們 有些人從香港 有更多學習的需要 我們需要分析 如果他們的需要 是根據他們的語言 或是他們的學習 而越來越多 越來越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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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來越能 越來越來越 我在這裏讀書和香港 讀書有很大的分別 就是因為在這裏 功課少些 上課輕鬆些 沒有香港這麼拘謹 但相對上 同學就好像 剛才Eric Sir所說的 可能上課會吵些 聊天 玩玩 還有考試 沒有那麼大壓力 因為他很少 有時候會少些 他告訴你 什麼時候會有test 他不會經常都告訴你 讓你不會有壓力 他們都會說 如果那些考試不合格的 不要緊 說回為什麼 還有是不是不明白 他們都會很關心 老師 因為這裏整件事 就是希望 你可以明白一件事 用你自己的語言 寫出來 表示你明白 還有你可以將這件事 引伸到什麼呢 就是這樣 你說 對某些人來說 如果純粹抱著一個學習的態度 你說我抄 那是超級難的 但是如果你抱著一個心態 我學了我明白了 我肯嘗試用我自己的東西寫出來 相對簡單很多 學校也向本地學生和教職員 講解大量香港人移居到英國的背景 令他們有充足心理準備 去接納和隨時支援這批新同學 所以說要不理解 所以說要不理解 是很重要的 而且這裏是很重要的 這裏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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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到的裏面 我們說到的裏面 為為了裏面 為了裏面 從香港 我們有所說的 裏面 我們有所說的 裏面 和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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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所教的 我們 不論是 但 我們說 我們說 有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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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有大量的 有家人 從香港到裏面 因為 他們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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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 就不會太 跟他們溝通 因為一開始 就 不是很熟 又不是很知道 他們的名字 因為我們是 香港人 有一班 就會同一班 香港人一起玩 而 近來 大概 開學 那一段 就 越來越 會跟 英國人溝通 因為 跟英國人 可能坐近些 或者他們會聊我們 聊天 所以 他們就會多了 同學溝通 我也會多了 跟他們溝通 那 語言 或者 跟本地的同學 就會 很相處 我覺得他們 我一進來的時候 可能只有十幾個香港人 然後 全校十幾個 現在可能有 一百幾個 而且 又有 阿富汗那邊的戰爭 又多了很多阿富汗人 難民來我們學校 其實有一個 文化在我們學校 因為 有百人 有什麼人都有 然後 我那個 社交圈子都大了很多 因為 我班有很多不同的人 然後我都是 做朋友 那一隻 我過來這裡就想著 專注在讀 可能醫的方面 然後 這裡的大學 讀醫都比較出名 那 我對這方面又比較有興趣 所以過來 我就覺得 可能會對 我讀醫的期望 比較 有 好的 進展 我也有些信心 因為 現在的校目 成績 比較 上級的幾個 然後 我也很有信心 還有 這裡讀醫療 好像沒有香港競爭那麼大 因為 香港是 爸爸媽媽要你一定讀醫 你一定要讀醫 很大壓力 然後這裡是給你有自己的想法 你可以讀 什麼都好 好 在說話 在實際上 實際上 實際上 我們只會有兩位 學生 所以 他們做了 很可憐 他們只會有我們 一年 因為他們 實際上 在英國 學生 做了 學生 學生 學學生 學生 都有 部份 部份 那两个人都在超级上的高级上 非常感叶的感叶 和感叶的表演的表演 在他们的工作感受 他们的表演 他们的感叶 他们的享受学生 他们的学生 Their performance but the performance of other pupils in the classroom because when the standards rises everyone rises Welcome If you don't make it a priority then it's not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you know it needs to be part of the priority for your school to integrate to welcome to have a program that supports pupils from Hong Kong 除了要適應新的學習環境 其實年輕香港移民 要融入英國生活 還要克服不少困難 最捨得應該是香港的同學 因為我小學上中學直升 跟他們相處了八年 一開始會不適應 會掛念 會找他們 但現在科技很方便 WhatsApp、IG 或者會談電話 都可以維繫那個感情 其實想走的人是我 我就開聲說我想過來英國 因為香港已經不是以前的香港 爸爸媽媽都很贊同 所以我們溝通上就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們兩邊都不覺得要過來 大部分我現在的同學都是 是家人的主意 而不是他們個人的主意 所以他們溝通上都有很多關係 因為他們過來 有些都是有點不開心 又掛念香港人的事物 什麼都好 也有時候跟家人吵架 因為這件事 在一起 幾世間在旬裡 我覺得有些人出現 缺乏 雙子 黑衣 感谢观看